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3月12日 埃尔切单挑格兰纳达 周六深夜,西甲继续展开争夺 格兰纳达将坐镇主场迎战埃尔切 两队近况撑得上半斤八两 主队已经多轮不胜 而埃尔切则是近四轮联赛输足三场 此番相遇 闷战成和的几率实在太高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早在去年年尾 格兰纳达曾有过一段高光时刻 期间更是一度战胜未免冠军马德里体育会 但进入2022年后 球队就像遭遇魔咒一样 最近九轮联赛一胜难球 期间失利场次多达六场 值得留意的是 在这波联赛不胜场次中 格兰纳达火力疲软 当中九场有五次无法攻破对手大门 而且只有二场能够力保大门不失 只可以用攻不锐手不稳来形容 由于近期持续陷入低迷 格兰纳达排名一随之一落千丈 球队此前联赛排名一度接近前十 但如今已经稳定在末流位置 甚至距离降班漩涡只有一步之遥 球员信心多多少少有点影响 阵容方面 后卫辛迪亚高 阿里亚斯和中场麦斯美 干拿龙斯均因伤眷情 原本上轮联赛 艾尔切有机会在墙底八赛龙拿身上取得分数 但球队却在比赛末段松给对手一记十二码 最终以一比二输球 艾尔切目前联赛战绩为七胜八和十二负 其中球队最近四轮联赛输足三场 状态可谓令人失望 而且他们最近一场不失球 已经要追溯至一月中旬战胜维拉利尔一役 当时以一比零小胜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 中场费度 查韦斯上轮联赛为艾尔切首开记录 这是球队近44年来首次在比赛中领先巴赛龙拿 只可惜以失利告终 美中不足 能够攻破强敌的大门令 其个人信心肯定有所提高 而且作为队长的他 同时更要身先士足 阵容方面 中场查韦亚 波斯托尼停赛受罚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